他们或许可以打印钞票 但这些假钞票只能在中国传统的乡村仪式上用来祭祀 当身处现实的投资环境中时 这间公司就像成千上万其他小型私有企业一样面临困境 所以为了获取投资 他们转向中国增长最快的股票市场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我们公司为什么要上市 为什么要登陆这个新商榜 这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新商榜应该是未来的纳克达斯 吴运秋的公司对新交易所内的300多家公司进行投资 他表示缺乏融资迫使中国公司转向一个管理松散的平行信贷行业 小公司都存在风险 有谁想投钱给有风险的公司呢 这就给所谓的影子银行创造了机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给那些不能满足条件 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一个上市的机会 这一被人们俗称为新三板的交易场所宣称 在这一交易系统内上市的企业 去年一年筹集了180多亿美元的资金 并且在2016年的前两个月筹得40亿美元 据中国财富管理公司国头财富介绍 三板市场源于2001年的股权代办转让系统 称为旧三板 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 进入代办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 因挂牌企业均为高科技企业 不同于以往转让系统内的退市企业和挂牌公司 所以称之为新三板 2012年中国国务院批准扩大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 并于同年9月正式注册成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但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潜在的投资者应该保持警惕 对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担忧就是 他们不仅降低了公司上市需要达到的要求 而且也没有要求上市公司全面准确地公开产品 投资者可能会面临的金融风险等相关信息 融资渠道是事关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问题 北京压保小型企业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并且帮助国家经济摆脱对国有重工业企业的依赖 从而改善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经济疲软的局面 VOA卫视报道 VOA卫视报 VOA卫视报